我們看了慈愛經的中文 我們就會知道說 原來佛陀這麼寶貴的法 佛陀親手說的經文 其實就是這麼的疲義禁人 就是這麼的簡明 好 我們歡迎我們 我們大家也一起跟著念 請問 歸一禹世尊 因共同學者 專門修善者 必達安詳儘 您當有才能 正職且真誠 柔順亦溫和 謙虛無交曼 知足常安乐 亦于受奉扬 事物不遗凡 生活当简朴 六根情收敛 审慎熟思律 言行尽无乐 家心不贪恋 任何违细行 若为智慧者 当有所谴责 皆因不犯过 但愿诸众生 快乐且安稳 愿一切众生 心中常喜乐 无论何众生 脆弱或坚强 寒舍皆无虞 常行或举大 忠行或哀小 细为或粗厚 可见或难见 远方或尽处 以生或将生 愿一切众生 心中常喜乐 无论在何方 彼此不欺瞒 互不相藐视 互不相藐视 互存称贵心 其使他人苦 游如如母对子 愿以己生命 保护并独自 如是对众生 修习行发展 无限量慈心 慈心对众生 发展无量心 上下股四方 进阶无障碍 拟除憎恨心 亦无敌对意 行住或坐卧 当处清醒尽 细守此一念 慰之为贩助 不许诸贺见 圆满见以慧 舍离遇贪念 终始不轮回 因此真实与之力 灭一切疾病 因此真实与之力 祝您吉祥 愿受苦的一切众生 不再受苦 愿恐惧的一切众生 不再恐惧 愿忧愁的一切众生 不再忧愁 非常感恩崔美老师 南昌宜老师 为什么请老师来念呢 因为我们想要 特别的强调 佛法的教义 在教育中的意义 而且跟从小做起 我们一直觉得 学佛对社会的共建 会是什么 其实我们要落实佛法 我们学佛之人 最重要就是要遵守 佛法的教育 那从来不晓得 慈爱经用中文 念起来是这么的好听 以后我们每次送信 都要请你们来 来帮我们念一下 朗读一下中文 那今天